不意外啊 你沒有什麼 體諒你要什麼 真的沒有的 我是完全知道你在不爽什麼 然後我就直接朝那個地方 就是給它刺下去 這樣不才有意思 這樣不才爽 雞雞你放完架變胖了 所以這個代表他是一個好男人 非常懂女人 因為很少人四顆星都中 你是第一個 我們一般最多中到三顆星 你是中四顆星 但是這種的話 他就是會變成管了 所以你看看你太晚睡也不行 他怕你健康不好 你吃的東西 或者是你的生活起居 你的想法 他都覺得說這樣子是不行 那樣子是不行的 但是其實女人有時候 也很愛人家管 如果說我出去 譬如說我出去你打電話 我覺得你很煩 但是他會很喜歡那種感覺 但有的男人 你跟他講一句 他從此以後不再打了 女人會覺得說 好像你不疼我不從我 所以其實女人有時候 也很愛人家管 所以這種管家郎 也會讓女人覺得很貼心的那種 所以他是 他是會讓人家又愛又恨 你知道嗎 就是他這個行動力 他又很霸道 但是這個又很細心 但是這個又讓人家覺得說 你像我爸爸很關心我 我很管我這樣子 所以他在他的面前 其實扮演著情人 朋友 父親 什麼角色都在你裡面 他就是 不管是什麼都會一直問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喝 會不會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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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才好會不會太酸 你這樣好像我有喝毒藥一樣 你眼睛嚇死我了 你就是不懂得享福 我會不太酸 我會不太酸 婉菲都跟我們很愛管理說 尤其吃東西啊 最近是什麼事件 從敦化北路里 一直念到小巨蛋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好念的呢 念這麼遠的路 偶龜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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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怎麼講 就偶龜有什麼好那個的 對啊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對這個 偶龜翹這麼的生氣 就是呢 那天我們就NBA嘛 最近不是有NBA嗎 然後呢 我們就從敦化走到小巨蛋 然後在路上呢 就有一胎偶龜翹 那我先跟我的朋友就是 我們的助理就是 一起往前線走這樣子 對 然後呢 後來我在 我在站到後面尾隨著 後來就想說 可以買一個偶龜翹 等一下去看NBA的時候 一邊吃 一邊看 很爽 然後我就買了 買了一個之後 他就想 他就回頭 他說你去買偶龜翹了對不對 然後我說 對啊 然後他就開始念了 他就想說 我就知道你會買偶龜翹 我經過那一攤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一定會買這個偶龜翹 然後結果他就開始罵我說 這個偶龜翹 就告訴你不可以吃 然後什麼的 你會變胖 然後什麼的 就一直捏一直捏 然後他就整個暴怒 真的暴怒 真的 他說 你為什麼要讓我在看NBA的時候 心情不好呢 因為你那個偶龜翹 然後我就 那其實這個時候 你偶龜翹是拿在手上嗎 NBA應該是要配炸雞 或者爆米花加可樂 你配個偶龜翹加酸梅湯 就是嘛 是不是 可是這個時候 女生就想吃嘛 有點奇怪 他暴怒了 你這個東西還是拿在手上嗎 偶龜翹還是拿在手上 這時候該怎麼辦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很想留下來 然後他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我看他這麼生氣 我想說好啦 算了 一個偶龜翹 然後讓他整個心情 看不了NBA也不好 然後我想說 他的借公是會 這樣子借公的嗎 就暴怒啊 對… 好像整個快要崩潰了一樣 在大馬路上 我只是 我覺得很生氣氣氛而已 後來我就說 Baby 把那個給我拿出來 然後我就拿 他說要把它丟掉 我說要把它丟掉 你要把它丟去哪裡 就丟掉 後來我想說 他就說 你幹嘛這樣很浪費 我說好 那給我旁邊那個助理吃 我就說 你拿去 你來吃 你很過分 你看助理不是中國小姐 你就拼命叫他吃啊 沒有 這很難的 所以還好 然後就叫他吃 然後他還嘗到包包你 我就跟他這樣拿出來 趕快給他 後來他就把那個拿出來 然後就交給那個 我們那個朋友這樣 好可憐喔 怎麼好可憐 後來我帶他去吃好吃的 我一直告訴他 有些東西你可以吃 但是你不要 每次餵一些小東西 又容易胖 又不是這麼好吃的東西 然後硬是要去吃 就是大家吃了什麼好吃的 能比我會都 沒有 後來就帶他去吃了一個 我就帶他去美食吃了 麻油雞麵線 麻油雞麵線 這個也是會胖 麻油雞麵線 是我們懷孕之後 補身子用的那麼胖嗎 他自己喜歡吃 我說你可以選擇 你要吃什麼東西 我們好好吃一個東西 你不要沒有享受到 要拿一些容易胖的東西 來塞自己 胖沒關係 但你至少要好吃 那我們就可以吃 那你怎麼知道 烏龜麵要不好吃 有沒有人覺得烏龜麵要好吃 他那麼香 他如果不好 主要他整個都是澱粉 他整個是澱粉 跟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又是路邊在 這種男生 馬路旁邊那賣 就主觀眾 他就是覺得 這個東西不好吃 因為他自己很尊重健身養生 所以他真的懂得比我們多 他一看就知道哪個東西 可是又不是每天 偶爾吃一塊是會怎樣 就是 沒有 我在過去的時候 因為他常常就是會這樣子 他會跟你講說 而且還說 我剛走過這一趟的時候 我就在想你一定會 我真的 我一走過去 我就想 他想走我後面 會不會待會兒就買 結果走沒兩步 回頭看著沒跟上來 我一看 他真的要付錢了 我就跟我朋友 我就知道他會買 所以你們還有為了很無聊的事情 吵架吵到快崩潰 所以你是不是想 有他父母在現場 你們在車上吵架是什麼 是 就是為了一個中餐要吃什麼 對 沒有 就一個口氣我說 寶貝中午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是很忙 那一次你爸爸高好 從左營上來 對 到台北來 然後坐在後面 我們要帶他去一個地方 然後那一次我們不知道兩個 可能就是中午天氣非常熱 然後我就說寶貝要吃 因為我們時間有點來不及 待會兒還要去工作 所以終於我們可能 要買個東西吃 那我在開車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想一下 要吃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跟他講這話的時候 他就回了一句 哪有 你在問我的時候 你一直問 一直問 好像就是那種 你中午要吃什麼 我們中午到底要吃什麼 你趕快想一下 我們中午到底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 咄咄逼人的問你這樣 那你怎麼回了什麼 我很煩啊 我就說 你要吃什麼 你就自己想 你幹嘛問我 一直問我 奇怪耶 你的口氣讓他很沒面 因為他爸媽高好在後面 對 難度上台北來 然後講了這句話之後 我對質就覺得 他就因為這樣了 我的口氣態度不對 他就暴怒了 當一個老公問老婆說 要吃什麼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要吃什麼 你想吃什麼 你就去吃什麼 你說這個回話 讓老公心裡面感覺到 我爸媽坐在後面 他這樣的一個回應 是不是不太對 肯定劉跟洪平昌 在他爸媽面前說 我這老婆多好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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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那天 剛好那一台戲沒唱好 你知道嗎 讓他很沒面子 我剛剛誇獎到都不行了 我爸媽都特別喜歡他 都覺得我對他很不好 我的家人跟朋友 都總覺得就是 我就是對他不好 結果他那天可能 也情緒不好就這樣 結果我們兩個吵架 我爸就講了一句話說 你們兩個如果要吵 可不可以不要在 我們在的時候吵 不然我就不要 坐你們的車嗎 對 好尷尬喔 不要坐在後面 然後我就更生氣 我就好 我就把車開 把我爸爸媽媽送下車 然後他送我爸爸媽媽上去 然後下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在車上打吵架 還滿無聊的 那是不是很無聊 後來吵完兩個 又和好抱在一起 就吵了崩潰喔 然後飯也沒吃到惡得要 誰崩潰 在車上狂吼狂叫 對… 我們兩個都是 然後兩個都狂哭這樣子 狂流鼻涕 狂噴眼淚 對 後來都就是反正這感動 然後自己哭 然後他一起禱告 然後兩個開始工作的時候 自己禱告 就兩個自己禱告 就崩潰完之後 然後兩個人抱在一起禱告 可是情緒急轉折啊 我也不知道 很吸氣性嗎 然後就很好了 急轉直下 然後兩個很餓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說 剛剛要不炒這個醬 我們還可以吃一個好吃的 像餓的要命 要直接去工作 這樣 對 所以還滿無聊的啊 所以你不覺得 男女之間其實我們吵架的 東西都很無聊嗎 其實真的都滿無聊的 最後來想想盡量少吵 你的吵架好像都是為了 為了禱告做準備的 那更多的時間可以導動 好 來 文文老師 好 我們就來幫大家做一個 神秘的色彩詹 我們來這樣未來一個月 我要小心和誰會有口角 對 我們先測測看 未來一個月要小心看誰有口角 那就可以在還沒發生前先做預防 我們題目就是呢 因為你和別人真是有口角 所以吵架吵得嘴巴很乾 所以我們要泡一壺茶來降降火氣 你會選擇哪一壺茶呢 第一壺茶是這樣子 它整個茶壺呢 是粉紅色系的 然後又配上黃色的茶杯 第二個呢 是整組都是給它粉紅色系的囉 再來呢 第三組呢 是綠色的茶壺 配上紅色的茶杯 第四個呢 是整組都是淡淡藍色系 第五組是紅色搭上藍色的茶杯 平直覺來選一個 那我們來測你的真值的指數 越高分代表吵得越兇 好 婉妃來選一組 直覺就好了 粉紅色 整組都粉紅色 對 粉紅色 那我選藍色 來 這一個嗎 沒有 這一個 好 跟我一樣 是 好 美穎老師 我粉紅色 粉紅色 是喔 粉紅色怎麼能降火呢 直覺啊 想喝什麼 沒有 我們直覺那杯子這樣配超怪 綠色怎麼配紅色 那我就是這一組怪的好了 我覺得選這個我比較喜歡你的色 你就是唱反調 人家就覺得怪 你就非要是 所以他早上如果倒水給你喝 你就直接把它吐出來 直覺 直覺 好 那竹林哥想選 你選一個嗎 選一個最特別的 五號 也不錯囉 不錯